大家好,回到军武器言第二节 依然有我的主持Larry和V,V你好 Larry,大家好 另一个topic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关于中国下一艘航空母舰 这架航空母舰被称为003 003在上海那边砌,将来下水 预计是2021,即今年下水 但我估计它进度有机会因为武器 可能会退后,有机会去年中、年尾 甚至去到夏年年头都不出奇 不过有些卫星空拍图 就能拍到003的情况 基本上它每天都有少少进展 媒体我们也经常监察着003的进度 V可以和我们更新的news 关于003,还有你也有提到003和其他航空母舰的比较 是的,因为Nafel News 刚刚出了一个新闻 它也拍了一张003的照片 它就把它拍到福特级航母那里比较 发现原来003比想像之中长 大概做起之后差不多会有317米 它的水线都会有差不多300米 因为之前说过003可能是8万多吨 之前的消息 后来美军又说它可能有10万吨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图 就在想它会不会比想像之中大价一些 另外Nafel News那里也说到 003上面就会有一些空警600的蓝载机 另外还说了它会有一些E2DHawk Eyes 类似这样的机 是的,刚刚V刚刚说的KJ-68 就是我们说的空警600 它的设计应该会和鸚眼E2D 是比较接近的 不过唯一我们相信 它那个KJ-68有没有机会 它的雷达会再先进一点 因为始终都得益于现在后发的优势 最新装备的飞机 它们有没有机会 都是指这些旋转的圆盘 以往它们有一架空警2000 空警2000的时候 当然受到以色列一些雷达技术 帮助 换了一些ISER雷达 所以它的盘是严格来说不转的 所以就是360度无死位观察 比转盘的需要时间更新 这种会更加好 搜索范围或者追踪能力更加高 所以KJ-68都会令人期待 大家看外形 我们之前也说过 空警600和E2D真的好像马沙显帝那样似 我们要观察第一 它的稳定性 它本身的探测能力 以及它的续航力 有没有先进鸣眼那种飞机的情况 另外003 大家一看尺寸 事实 它和福特级应该还是差点 但是它可能和以前再上一级 不是说尼米枝 尼米枝再上一级 即是叫Kitty Hawk 小英号 小英级包括有两架 一架是金乃迪浩 我们接下来也要见下一架 Kennedy 就是属于福特级 这架之前我们说的Kennedy 就是属于小英级 它们两架的长度 和这架 就是我们说的003 应该接近 VM 它们都是大概 它是类似320位左右的长度 差不多都是310多 是的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到 两个航母的级数 吨位应该是接近的 我们去猜测 它可能会和Kitty Hawk会比较 和福特始终比较差 如果大家将它和世界各大航母比较 世界各大航母其实有几种比较 通常你看到有三种 一种叫Kettobar Kettobar的意思代表彈射 然后它可以用蓝左索回收 有四个款 有福特级 有英国 伊利三百女王豪 为什么都说它是Kettobar 因为它本身的设计 是可以装配到彈射器 但它放弃了 就可以用滑跳器飞 法国一直都用彈射 巴西以前的圣普罗号 都是彈射 不过现在就要拆 好似说拿去土耳其 拿去土耳其被拆 所以未来圣普罗号 都不会见到它 接着是Kettobar Kettobar Kettobar就是滑跳起飞那种 要靠飞机自身动力起飞 接着会有 这个难左索难左 我们叫做Kettobar 全世界的航母 比较多都是用Skettobar 包括有印度 俄罗斯等等 都是用这种 最后一种我们叫做Skettobar 这种是垂直或短距离的起飞 然后是垂直降落的这种 这种是英国的航母船 或者美国的两栖攻击船 未有F-35B之前 就有HERIA 即是我们说的AV-8B 这种垂直升降的战机 就是现在的魅力坚号等等 包括LHA 或者LHD 包括之前好人李刹浩 好人李刹浩 现在要直接退役 没办法 他们都在上面装载这种战机 看到中国现在的航母船 似乎都有一定的威力 还有最大的卖点当然 就是它没有核动力 但是它有电子弹射 所以都挺好脆的 跟001相比 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进步就大很多 反而刚才我听了 李刹浩说AV-8B 我醒起一宗新闻 就是US Marine那边 他们说他们要继续用AV-8B 用到2028、2029年 要帮他们延售 一百多架 然后我也觉得这宗新闻挺特别 是啊 因为竟然是 他们又有钱买F-35B 但是竟然又帮AV-8B延售 我心想那些都是跌下来 你还延售 但是你这么看 有时候你有钱买 但是不代表你有货收 你看到现在F-35 它事实上又不能全面量产 速度自然会减低 你要装备部队 你不可以裸奔 你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想 如果新机未到 是不是旧机要延售呢? 先用着呢? 所以AV-8B 如果这样计算 没办法 你都要先延售 先用着 那就比裸奔 退认了它 你又未想 尴尬的地方是哪里呢? 大家有记得 是几年前的英国 几年前的英国事实很惨 有架王家方周浩 大家最后印象 它上面 真的去到没有机用的境界 AV-8B 真的全部都要下来 上面变了一架 没有男载机的航母航 现在也是 不单止是以前那架 所以你看到 就是尴尬 最后王家方周浩 就放了被人 二手艦 搞到英国 都曾经有印象 一两年是没有航空母航 直至到 伊莉莎伯女王豪 出来了 就开始叫 有航空母航的海权国家 你很难想像 大英帝国竟然没有航空母航 Anyway 你看到航空母航 现在是女王豪 这一个出现 事实上 都为北弱 提供一个很大的援助 你看到 我们说回003 当然 大家知道 上面也有电磁弹射系统 这个电磁弹射 已经说了很久 究竟应该用传统的 蒸气弹射 还是电磁弹射 当然 如果我认为003 走出来反高潮 剩下一个蒸气弹射 大家都不会放过它 我想不是说 我们不放过它 国内的网民 应该会撒罚它 欺骗大家的感情 说了这么久 战斧局局局长 全部都说 当然是电磁弹射 所以我们相信 也会是 但电磁弹射问题 很多 大家有印象 之前福特级航母 整天都出事 三明天跟大家介绍过 试过有一次出去 整个星期都不能飞 差点要用吊鸡 吊回F35走 真的很可恶 所以 都会是大问题的 你说解法军海军 究竟它初始时 试电磁弹射有问题 大家预认是有 一定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 它有没有这么多 殲-15T 即是我们说 弹射版的殲-15 我们相信现在做的 殲-15T的数目不多 我们有印象 新闻 我们可以看 观察 它机的数目 就去到35 去到35 即是应该有35架 如果它不出猫 就应该有35架 只有35架 那么少 即是total加上辽宁号 三中号 才只有35架 其实不少 之前日本的情报预测 其实殲-15T 大概是20多架 突然间到35 大概是3-4个月前的消息 所以其实都做了 差不多10架 你敢预计 如果这10架 可能最新就是这个弹射型 变了之前 你又不可以说它产能低 因为它们觉得 殲-15T改进空间很大 所以每次都做少少 每次每一批都做少少 可能做8架8架 做出来之后 就要试 还有 你又这样想 V 如果你可以做到弹射型 你以前那些 不能够 但是001和002 要继续用 所以它们都要继续在那里飞 大家就能够想像到 001-002 即山东后 遼导后 就变成了训练艦 但是训练艦 你又不能够训练到弹射型 所以你就能够想像 通常一些比较初级 中级的飞行员 去到临去玩弹射型之前 就要去 遼寧号和山东号服役 试试 大家也认真说 遼寧号和山东号 如果在整个东海里面 它的战斗力都不高 尤其是预想出雲级 V 你觉得出雲级的两手 上面虽然是蓝队机不多 可能大概是12架左右 但是你觉得上面的F-35B 就面对着中国 大概有20-24手的遼寧号 上面的15架 殲15 你怎样看这个战力 一个就 肌劲一点 当然F-35B 但是遼寧号 山东号 应该有其他东西 在蓝队上面 是否都大家势均力敌呢 应该叫做 它阴公寨有代叉 蓝队机 你看到有殲15 就是四代机 如果你觉得它四代半 四家 我们就勉强是四家 去不了四家 接着如果对方 蓝队机去到五代 即是我看到你 你看不到 空中相遇又危险 但是如果说到蓝本身的防空 两个都不好 包括你看到 遼寧号 如果24架 妥善率 即是大概七成 你看到 它只不过出到 大概十七八架机 十七八架机 又要大概有七架机 起码 要做防空 十架机可以出击 对面 F-35 可能它的妥善率 会好你少少 八成起飞 八成起飞 大概有八架可以出击 所以大家出击的次数 差不多 又或者这么说 它本身除了出击次数 之外 亦要看盔弹量 如果不是用弹射型 也是亏底 所以 F-35B 中型战机 盔弹的东西 就算是武器内仓 可能和你用 殲15 盔弹的弹弱 也不是差很远 所以 演不出殲15的优势 所以 003 我相信弹射型的殲15 会好很多 但是 前两架飞机 做到三十多架 都无法附冲 所以 去到003 我们就比较担心 够不够蓝载机用 舊的那些 不用得 舊的那些 可能也有20架 现在还做得及 蓝载机呢? 大家要注意 沈飞 有很多机要做 沈飞还要做殲16 究竟有没有多余的引擎 我们说了近期 部署有国产引擎 波线10C 或者10B 改进版 究竟有没有 那么多产能 可以放入殲15 又有ISO 雷达 又要放入 所以 做了 航母出来之后 蓝载机 仍然是另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会把之前的 殲15拆掉 做一些新的殲15 我想 整个气动外形 都有些不同 因为它的起落架 就是注意起落架 会不同 有美欧 美欧的部位 应该接近 但是整个机身 的强度 要增加 还有大家有印象 我们之前出过 它有一个扶寿 这些小小事情 你看到 全部都要做 有没有机会用回旧 我们相信 就未必 因为机身 即它的弹射的强度 可能有机会不同 所以整个机身 可能都要重新设计 它们都测试过很多次 我相信 脱离机会 也不是十分之大 但是 如果大家比较 就把003 和伊利三八女皇后 比较 我想 就比较有趣的 比较 其实也是 但是它的蓝载机 事实上 又高级 比辗15 所以 空中相遇 蓝载机 决定生死 所以 我们都需要观察 究竟蓝载机的威力 还有 接下来 PANG 即是我们说法国的大高乐号 之后的型号 接下来那架75,000噸 噸位不小 而且它的尺寸 应该都是跟中国这架接近 所以应该有可避性 但是 我们会继续观察 因为 仍然是疑法阶段 PANG 都指纹楼梯 未真正有任何东西 另外 大家要注意 就是055 这架大区 接下来会和003在一起 现在和辽宁豪先玩 先熟习海域 有它在 区域防空会挺好 或者我们可能还会出一集 就将055 和太空多罗加级 可能做一个比较 虽然资料 就真的不是特别多了 我们试试比较一下 两个 就是一个防空区域的领袖 究竟他们怎样部署 整个CSG 航空母艦战斗群里面 那个防空的任务 好 VIA 我们又说一下 另一个消息 好吗 我们或者说一下 有一件关于 在台湾附近 有一个国家叫做白楼 可能大家最近都熟悉一些 因为白楼 刚刚 他总统 和美国駐白楼的大使 去了台湾访问 这件事都是一件很大的新闻 也令到中国 有一些反制的措施 它现在最新的一件新闻 就说白楼的政府 邀请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可以去访问 可以去停拍 大家都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 应该凌应 7月开始起行了 可能8月和脸便即将备迹 然 那它有没有可能 泊打起发影音 有别的 因为 白楼 大家看到底部的位置 涵天变在太平洋 尤其是在菲律宾 较高潜 所以 它的位置 确定 尤其是 pretext odor 南太平洋 又快 所以 所以相信中國是很想和白樓建立外交關係 然後就會和他們談談可不可以在裡面建一些軍港 然後對於澳洲的國防來說就會構成很大的威脅 阿菲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次英國的CSG陣容 這個陣容也挺齊整的 這次他應該是最新release了一個圖出來 就是在講伊利沙巴雷王號接下來的航母戰鬥群 究竟會有什麼艦呢? 其實裡面大家看到有兩艘是四五型的驅逐艦 第一行的左手邊就是四五型的兩艘驅逐艦 Arcred Diamond和Defender 另外它的右手邊就是兩艘二三型的驅逐艦 然後在它第二行的左手邊 大家就會看到兩艘就是補給艦來的 RFA的他們兩艘 另外有一艘叫做USS 那艘開頭的 Sullivan's 就是美國借它那艘艦 另外有一艘HNLMS就是荷蘭那艘的驅逐艦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為什麼經常說聯合艦隊 你看到有四五型、二三型的日本套 有這個步級艦 甚至乎有美國驅逐艦 還有荷蘭這個可以叫FREGATE 即是反潛等等任務 你看到上面亦有直升機 直升機他們是用Merlin的 Merlin的直升機 其實上面不止Merlin 可以放在阿柏奇直升機 阿柏奇可以做一個攻擊任務 看回任務的需要 放上去 如果他們的Merlin直升機 可以包括做反潛、守舊、預警都可以 另外你看到617 這個就是Squartrain 這個就是英國的 另外VMFA就是美國海關陸戰隊的中隊 你看到有兩個中隊放上去 所以現在機器不多 V和大家說過 海關陸戰隊有10架 美國那邊有10架 英國那邊只有5架 所以你說是不是聯合艦隊 當然 我想指揮官也是英國人 這個CSG 現在7月左右 會到處航行 是的 另外大家會看白樓的位置 事實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白樓星星的位置 你看到它和關島 是不是都很接近 所以它可以在聯絡島 你看到整個南河 都很密落的位置 包括可以前出台灣 也可以去到關島 一個鐵三角 另外可以去到所羅門群島 你看到阿魯阿圖 在紐西蘭上少少的地方 你看到法國少少的殖民地 你看到南太平洋的島嶼 所以其實白樓事實 這個地方 晉朗公退後手 理論上它和關島 遙遙相看 兩個地方 對澳洲來說 都一定的協防作用 下面你看到 巴布和新紀內亞 白樓不可失 白樓也是美國 某程度上是保護國 國防外交等等 都是白樓主政的 所以你看到美國 上次是否可以夾到白樓總統 到台灣 是挺特別的 那個消息很突然 一切美國的特使都過去 是呀 那就夾他過去 你說美國特使大一點 還是白樓總統大一點 很難說 Anyway 你看到美國和白樓關係很深 所以中國想劃長腳的動作 其實是不容易的 當然白樓如果做到就好了 所羅門群島 據我所知 就已經投向了中國 其實這個很大的訊號警告 我相信對美國來說 都是很嚴重警告的一個位置 所羅門群島 有沒有機會回心轉移 否則他對澳洲的威嚇很大 大家看到門口就打開了 亦都這樣說 如果接下來 C.S.G.21 伊利森巴黎王號 志特群 留在白樓是其中一個港 但是他說 有6個月以上的光陰 現在要留在亞太區 你怎麼看 會不會太長 他過來繞一個圈 他首先說去希臘 然後又要去澳洲 又要去印度 日本 關島 現在還說要去白樓 這麼多地方都有很長時間去 你會發現海上 好像郵輪一樣 都隨時三個月 我們猜猜 他能夠停留的港口 其實都不少 包括可以在新加坡停留 馬來西亞也有機會 派一些港口給他去停 或者澳洲的大移民軍港 我都永遠都歡迎 除了有美國海軍陸戰隊之外 如果可以停留到CSG 我覺得也不錯 另外 南太平洋 如果這樣算 似乎現在最近磅是白樓 白樓可以停到 關島我們是非常期待的 關島可以停靠到航空母艦 看看會不會有羅斯福 去關他停一停 然後又會見到CSG 不知道羅斯福是否賣到這麼久了 你看到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 日本我們說過 橫衰河 希望他可以 橫衰河那邊 如果可以停留到CSG 就是伊利莎白禮王號 再加了羅納爾瑞根 英美合體 雙航母也挺好看的 應該都很大機會 他來到的月份 應該羅納爾瑞根 都是時候出得來 不過剛才的問題 我想問深入一點 就是其實他第一次出來訪問 就等於可以在四處走 走幾個月 但之後他要找一個地方長住 那會不會可以選擇白樓呢 我想白樓事實上 現在的設施等等 其實美軍都不是經常可以在這裡駐守 好嗎? 但如果白樓真的肯定 即是接下來做美國和英國馬前出 真的可以試試將港口擴建 可以拍到英國的航空母艦 拍美國的航空母艦 甚至乎上設 第一艦隊可不可以擺到呢? 真的會引起很多下司 因為大家看新加坡都養不熟了 新加坡都是兩邊擺 所以很難被第一艦隊放進去 白樓設施等等要升級 我們會觀察 但是放在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似乎 因為澳洲和英國的關係真的很緊密 所以澳洲似乎打開達爾文港 讓他擺上的機會是最高的 澳洲就軟了一點點 會覺得 始終要上回來都要二、三千里海里 是啊 但是如果以同文同種 政治聯繫來講 澳洲就應該最直接的 還有澳洲現在也不怕得罪中國 大家看到的 勢都很強 我們會看 看看其他下一個總理 有機會取態又不變 格局就應該是這樣的 另外就說Via 有一個消息 就是你一次給我提起 挺有趣的 就是央視那邊 是不是有些消息說挺過癮的 是啊 其實這一宗也是昨天看到的一個消息 就是說 有一個新聞就是中國的江蘇那邊 就有一些漁民捉魚的時候 就打到一架類似是小型的 無人海上無人載具 那這個海上無人載具 就好像是之前在英國蘇格蘭 有一個位置 有人也是撿到一架 但是是無人認領的海上無人載具 那後來這宗新聞再去檢查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應該是美國 某一間公司 私人公司 可能幫軍方做的海上無人載具 那我就在想 那如果是這樣 那會不會讓中國又拿到一些美國的技術 去可以自己copy一架出來呢 是啊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會留意 首先這個消息 應該去年或者是年頭 蘇格蘭北岸那邊 就發現了這一架 無人載具 你看一下 這個無人載具 你只看是否像一艘艇 是吧 像一艇艇 但是沒有得坐人 上面有些太陽板 你看到也是太陽能驅動的情況 上面有幾枝東西 一定是有些天線 天線或者包括一些GPS的接收器 還有一些鏡頭等等 你看到這架是蘇格蘭 這架就是中國那邊 你覺得是不是很馬山 一模一樣樣 完全是 好像一模一樣樣 央視煞有介事 找個貌似專家的人 跟大家去解釋 你看到這架要分幾個部份 首先大家看看結構 包括一個水面艇 下面有條Cable Cable再拉住一個水下驅動單元 其實是甚麼來的 大家看看 水面的樣子是這樣的 你看到就好像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那些單人 踩上去 然後就拿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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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之像 你看到那些 尺寸不大 水底是這樣的 你看到 這個相片真的很漂亮 水底很頭 你看到就吊著電纜 然後下面就有一個潛行器 主要就是探測一些水紋的狀況 包括水的深度 水的溫度 水的鹽度 水的密度 這些全部都是用來探測潛艇很有效的數據 即是我們說同一層的水 大概有溫度、密度、鹽度 如果有不同的時候 就能夠探測到潛艇的中跡 你看到這種設計 其實是相當成熟的 以及你看到這種艦艇 自己可以動的 AI的 所以都不用煩 自己可以很靈活地在淺水區域動 大家沒有發覺 這一種 跟我們之前說的那種C-wing 它就沒有上面那塊東西 它就純粹在海下面 自己上上下下下那種 這樣就會有些不同 那種就用在深海 那種就用在淺海 因為它的藍武算數只有20米 是啊 V觀察到這件事 你看到這架上面 為什麼分三部份呢? 因為水上面這個 提供 可以將數據在水底裡 拿到之後 然後透過那條Cable 傳送上來 用太陽能電板 提供電能 發送消息上衛星 或者空中載具 例如我們說無人機 亦可以做一個折點 就收到了 很多 包括船上 可能在阿里巴克級 或者其他軍艦 亦可以收到消息 收到消息之後 便會知道附近 有沒有機會潛艇的情況 現在它究竟的功能 可不可以直接捉潛艇 還是純粹收集一些水平資訊 我們暫時還沒有特別清楚 所以我們都會觀察 但這種船很好玩 你看下去 它也不是很大舊 但又可以自主動 剛才阿V 你說起這個技術 是否會流向中國 是呀 大家都會覺得 是否中國撿了它 拆距離又逆向工程 是否就可以學到呢 但我們要想 就是這種船 在淺水 你看到 Sea Ring 比較深 中國已經拿了美國的技術 這種 你要放一些淺 近岸淺灘去做 當然美國會有一個需要 放在那裡 前置一個配置 但對中國來說 它可以放在哪裏 例如可不可以放在東海 在釣魚台附近 可能是一個想法 又或者放在日本 例如我們說 鹿兒島附近的島嶼 總之島等等這些地方 都有一個機會 或者台灣沿岸 會不會放這些 因為台灣沿岸都是淺灘 但附近要找潛艇 這些就會困難 南海更加困難 因為南海是深水區域 南海深水區域 你用這些就倒不如用 剛才我們說的Sea Ring 在下面潛艇就潛艇 所以技術就不困難 有其他更加困難 例如我們說 工藝本身 究竟它吸不吸 就是它嫌疑壞 以及它可不可以 在這麼嚴酷的環境之下 生存到 發送的訊息就OK 還有另一個 就是它究竟可不可以有效 傳訊到訊息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被對方禁止的時候 抗干擾的部分不行 它也收不到 被對方很輕易 蓋了它的線路 很多這些就是技術的 但是這些全部都濕濕 又不是很高技術 但是工藝就做得很好 經驗又又很好 你說中國對無人艦艇 這種小型的技術 我覺得它拿來抄都需要一點時間 其實中國在無人機方面發展都很好 會不會已經有了這種科技 我們要觀察了 暫時好像未有其他國家 現在暴皇到這種間諜船 但是你看到 美國這種已經在英國附近 其實應該是偵察俄羅斯 以及中國這邊被發現 所以看到現在美國這邊的科技 會比較鮮 而且這些說明遠都好像沒有人認領 是啊 都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那一架是不會被你認領 它要拆開來研究 但是英國那一架就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認領 是 我們相信軍事的秘密 很多時候你做了都不會跟別人說 即是一個軍事保密的情況 我寧願你知道 但是我不會跟別人說 這也是一個姿態 在國家上 Anyway 我們看到這種船 被中國拿走了 中國如何將它逆向工程 然後很快趣大家 又可以看到一種新的間諜船 在其他國家應用 我們儘管觀察一下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科技的情況 好 這就是第二節 大家記得多點看廣告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Patreon 可以花了一點價錢支持我們 多點留言和分享 還有佛系貨金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銀行Payme和轉數快 大家也可以支持 好 這集軍武器言來到這裡 我們之後再跟大家軍武器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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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